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 星期31月8日展开第三次辩论 在对外政策上 五位参选人都展现出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 在中国议题上 彼此就哪个对中国软弱互相指责 中国公司拥有的短视频社交平台TikTok 再次成为焦点 多名参选人承诺 如果成为总统 将会禁止该应用程式 共和党初选第三轮辩论会 在迈阿密举行 共有五个人参加 包括佛罗里达州州长 德桑·蒂斯 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尼基·克利 前新扎西州州长 克里斯·克里斯提 创业家维克·拉马斯·亚米 以及南卡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 蒂姆·斯科特 距离白宫提名战的第一次初选投票 仅剩下两个月 五位候选人进行紧张的辩论会 但在各项民意调查 居于领先地位的前总统特朗普 再度缺席 并在北远处举办自己的造势大会 他一个是最大的 会计划 他最大的审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